這是另一個房間的窓律 你會知道這個房間的異常嗎? 為何Youtube上一張詭異的平面圖竟然有1700萬個觀看? 為何它引申出來的小說由榮登日本亞馬遜網站退理暢銷榜No.1 你看完這部電影,覺得沒什麼特別? 看完這部電影,你就知道小說的故事原來是這麼複雜的 大家好,我們是一個覺得自己說的電影的頻道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留言、讚、分享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按旁邊的小鈴鐺 一有新影片,就馬上通知你吧! 這部電影和小說的劇情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部份 為了方便大家理解,就用當中出現的三間屋來劃分吧! 這間屋出現,全因身為Youtuber的主角乳工 收到他朋友提供的一張有關這間屋的Floor Plan 因為一樓有一個不知用來做什麼的密封空間 所以就問買不買得過了 之後羽工就向一位對神秘學和解謎學略有心得的建築師律員請教 律員就推斷,只要在二樓那間沒有窗 好像監獄的孩子房間裡面 去開右面的櫃 就會出現連接密封空間的入口 令密封空間變成一條由房間直接通往二樓洗澡房的秘密通道 律員大膽推測的目的就是令房間裡面的人 可以在外界沒有人發覺之下去到浴室殺人 這部電影就只是說了這部份 但其實Floor Plan裡面還有幾個位置是沒有說的 因為既然右面的櫃底隱藏了一條去浴室的通道 律員就推斷,左邊的櫃底應該都有隱藏另一條通道 重疊兩層的Floor Plan就發現這條通道 是通往一樓鄰近車房的儲物室 連同來看就是一條由浴室直達車房的秘密通道 假設屋主邀請客人到家想殺死他 只要借一些倚留他過夜 安排他在二樓的浴室洗澡 之後再叫躲在孩子房間的人 由密封間去到二樓浴室殺了他 肢解之後再以全程封閉地由浴室 送上車去棄屍 絕對是完美的殺人工廠 小雪都有提到這房子的其他部份 故意設計到多些窗 還不會拉上窗簾 目的就是以心理學 令到街外人 望入一間屋 降低對一間屋的疑心 而一樓近門口的睡房 除了扮作客房之外 最大的目的就是被屋企的男主人 作為睡房去令他守住門口 由於東京間鬼營屋附近 發生了瑞絲案 而絲又不見了一隻左手 他朋友見到那麼恐怖 就不敢賣屋了 同樣這麼奇怪的屋裏面被人殺了 所以就找乳公幫幫手 而那間就是棋肉園的鬼營屋 這間屋的二樓同樣有個武槍 好像監獄般的孩子房間 可以經過一個密室 直達一樓的浴室 律員更加推測 這個套進去的位置 就是因為地底用來藏屍 打不到地基所致 說回片院遊戲 其實他是沒有老公的 他作故事的真正目的 是想乳公幫他找他 姊姊片院寧賴一家 他姊姊在遊戲十歲的時候 就離開家 經過十年遊戲 才收到姊姊 由棋肉園間鬼營屋寄出的信 知道他嫁了個叫慶泰的人 還帶著個小孩子 後來他姊姊一家 搬了去東京那間鬼營屋 棋肉園那間鬼營屋 也都被人燒了 在找他姊姊的時候 遊戲想起2006年 一家人到他祖父 從自己的家 亦都發生了件乖事 而這件事 在電影中是沒有說到的 就是他堂表弟楊一的死 說之前先了解一下 他祖父那間屋的floor plan 那間屋 是一條右門口 直通到神壇的走廊 分隔開左右兩邊 而右邊一二號房間之間的門 是長期開不了的 所以如果要去二號房 就必須要經三、四號房才行 而當時一直在四號房睡覺的楊一 在第二天清晨五點 被發現死在神壇前面 被斷定是貪玩爬神壇那時 跌死了 死亡時間 大約是凌晨三點 但又稀到這一刻都覺得好奇怪 因為他記得當時自己 就是住在三號房 四點都未睡 吳郭陽一當晚又經過自己的房間出去 那他三點前是怎樣離開房間的呢 如果他三點在四號房被人殺了 條C5點又為什麼會在神壇前面呢 最後律員推斷 其實祖父家房 是有條這樣的通道的 所以一、二號房間之間的門開不了就是這個原因 也都斷定了又稀的爸爸 就是殺死楊一的兇手 之後他爸爸就變得瘋瘋癲癲 亦都死於交通意外 至於他爸爸為什麼要殺楊一 全因為一個叫做左手制的助索 什麼是左手制呢 小說的說法是 又稀的一家曾經是相當顯赫的家族 法織人片淵家永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 因為大兒子中一郎是正室所生的 所以就把家族的繼承權給了他 妾侍生的兒子清吉深深不憤 就走了出去自立門戶 片淵家永還安排了一個做女僕的高姦潮 做中一郎的老婆 誰知中一郎不單止一點都不愛高姦潮 還和妹妹聯絡 還有BB 這個時間清吉有殺番回來想搶家產 面對這樣的局面 高姦潮最終就黏了線 無端端斬了自己的左手 還失血過多死了 剛好妹妹生出來的雙胞胎 其中一個是沒有了左手 而清吉排第二的老婆 為了令清吉那房的後人死了 自己可以得到清吉的財產 就將計就計 作了一個叫左手制的助索 困壓中一郎 說如果想他的後人得到平安 就要找他沒有了一隻左手的兒子 在十歲至十三歲之間 每年殺一個清吉的後人 還要斬他的左手 來制高姦潮 平息他的怨氣 中一郎就信到十足十 亦定了這個左手制 是家規要後人嚴格執行 小說又說中一郎那代之後 左手制已經有把十年沒了動 誰知因為楊一的弟弟逃離 出生時沒有了一隻左手 令到祖父 醒起左手制這個家規 要重新執行 又禧的爸爸因為知道他老婆喜崗是清吉的後裔 自己兩個女兒都算是流著清吉那房的血 擔心楊一會幫忙執行左手制 對自己的女兒不利 所以就先殺了他 誰知楊一死了之後 祖父就安排又禧的姐姐 寧賴和逃離 執行左手制這個家規 所以靈賴當初就離開了家 帶著逃離 先後去了祺育園 和東京的鬼異屋住 表面上是安排左手制 暗地女其實就是為了逃避祖父 在裡面是沒有提過楊一這個角色的 當也沒有提過 遊戲的爸爸殺楊一這件事 更加沒有交代 靈賴是為了代替死了的楊一 只是說是時候要執行左手制 祖父就派了他和逃離一起去了 戲裡面的左手制的背景也沒有那麼複雜 純粹是說高姦潮是老爺的愛妾 還有老爺的骨肉 少奶看不過眼就喪打他 搞到他瘋了 之後他自己又是斬了左手 失血而死 騙怨家的後人就以殺人斬左手來祭他 而電影和小說一樣 凌賴和她老公慶泰覺得左手制很無契 他們從來都沒有安排過殺人 之前的瑞絲案只是有人自己死了 順便就斬了他的左手 來塞住祖父把口 房間的設計也只是用來辦事 以及用來保護逃離 和自己後來生的兒子 小說裡面 慶泰最後頂不住凌賴的祖父從志 最終殺了他之後向警方自首 而戲裡面 慶泰就是反抗逃走的時候失蹤了 而另外一個小說有說 套戲沒有說的 就是有戲和凌賴的媽媽喜剛 可能是令這個80年都沒有做的左手制 重新執行的幕後黑手 比較套戲小說的推理成份比較多 尤其是在後段早扶過屋子的部分 亦都相當複雜 而現在套戲簡化了那部分 變成一個逃亡式的經歷片 還拍到懶懶的 就有點失望了 浪費了小說裡面的那麼有趣的 懸疑推理設計 那本小說還有出漫畫的 怕看字的朋友就對了 如果你都看了套戲 不妨留言分享一下 那麼這次的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你們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comment like and share 還有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遲些一出新片就會通知大家的了 那麼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